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的中國新聞,OK仔又回來了 今天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他說的中國新聞就非常好聽了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我們的Pedron,五塊錢沒有廣告 今天有話說 想什麼呢? 那個唐山大興打人事件繼續發酵 我看到內地傳媒不停找資料出來,繼續說 其中說到有個嫌疑犯陳某X 就說原來這個人是其中一個嫌疑犯 曾經開過地下賭場 涉案的款項過億 古靈精怪,你看到背後也有很多東西 其中說到有人爆料 繼續有人爆料 就說有這個唐山女拍片 就爆自己被人困在九龍 凌辱了十六個小時 又派出所打給她,要求她刪除了一條片 越來越多了 更加有個女生實名拿著身份證 為什麼是身份證? 就說她被人打到斷骨 更加有兇徒逍遙法外 她就說,我怕什麼?我上面有人 你就來搞我吧 潮中有人好辦事? 讓你做一些違法事嗎? 這件事我相信看來也有時間搞的 因為這件事牽涉的事實太大了 當中成龍哥哥,陳龍哥哥不是說過的 他在微博開了一篇文章說到這件事 即是說那些男人在旁邊都不打 不幫忙 不打 幫忙,幫忙報警 官媒出聲 不要在雞蛋裡面挑骨頭 這個其實呢 我有看過的 不是說這樣罵成龍 其實報紙有心做的 說到好像罵成龍一樣 但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他不只是說成龍 我昨天也拿了一些網民出來祭旗 我待會告訴你 你先說說其他新聞 除了唐山大興之外 在上海有人出來示威 因為他們受疫情風控影響 導致他們沒辦法做到生意 有華東地區著名服裝批發商 在上海七袍路的商戶遊行集會請願 要求政府退租 就說上海警方最後清場處理 這件事先跟大家跟進 另外有一件事 我們現在是不是國慶 將會七十週年 預計就會曬工具 每個地區或者每個國家 一到閱兵的時候 就放很多不同的武器 新型的武器 就好像金仔那些都會 我們國家都會 每個國家都會做的 但是說到這位中國國防部部長 魏鳳和在匡格里拉出席對話的時候 有話說 說了句話 他說發展核武是根本的目的 就是消滅核武 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樣的 我也是第一次聽這個說法 究竟為何會彈這句話出來呢 我們跟大家研究一下 另外還有河南那一宗 阻止上訪 就傳取健康馬轉成紅色 不讓他們過去 嘩 這麼可愛 這樣也行 不是吧 有錢拿不回來 這件事 是紅馬 是香港報紙報 不要說我在那裡吹水 見料 見料不是薯條 我們逐單跟大家說一下 先說回唐山大興那件事 當然 有很多人現在紛紛出來爆料 有不同的媒體 香港媒體也好 內地媒體也好 紛紛大家都在這裡繼續說 這件事 當然 其中一個 就是有一個唐山女孩 自己拍片 就說她怎樣被人抓住 這個女孩在微博 發佈了一條片 分半小時 實名舉報了唐山市路北區黑社會 就在5月23日到24日 她和其朋友一起被人騙了去酒吧 遭受黑幫成員 一個姓豬 一個姓羊的男子非法禁錮 是動物來的 嘩 一隻豬一隻羊 是啊 哈哈 那就說 居留期間更加扣押了她們所有私人物品 車時、門時、手機、新聞證等 嘩 還逼她們跪下 嘩 嘩 男女啊 那是女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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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威脅恐嚇 欲罵毆打 更加強行 將她們困在一個地方 十六個鐘 嘩 你不是說黃山那件事嗎 是啊 運禮龍我昨天也沒有說得那麼清楚 我昨天有說過這件事 之後官方叫她們刪了一條片 是啊 當然啦 官方就叫她刪了一條片 你說刪了一條而已 還有另一條 還有嗎 有兩條嗎 然後又說有個女孩被人打到 什麼 臘骨也斷了 又說上面有人 唐山那件事 原來還有其他事件發生 嗯 很多啊 不斷提一提 其實這條小子就說 這些兇徒 跟她說她上面有人 就說到 將你們可以趕出唐山 很厲害嗎 是啊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相同類似的新聞 一定會走出來 因為看到大家開始發孝 大家看到這件事開始發孝 甚至乎官方都出聲 大家就不要放過這班兇徒 大家車輪戰 是一樣出來說話 除了 我剛才說到 現在內地新聞說到 其中一個嫌疑犯 陳X亮 就說她曾經開過賭場 牽涉到的款項過億 其實這個案件的頭目 說到她是一個嫌疑犯 但是她是其中一個疑犯 她開賭場的頭目 已經被人判了三年了 這檔案不是野小的 你看到牽涉的東西 就非常之大 我們說成龍 你看過這篇文章 人家官方不是這樣說的 但是大家都牽涉到 跟成龍有關 成龍在微博說過 那句說話 覺得不應該這樣 身邊的人應該出手幫忙 沒有理由 每個人站在那裡 官方就出聲 就說不要在雞蛋裡挑骨頭 這個說法 為何內文是這麼說的 當然 說網友 這個人民網 在官方微博發文 表示有很多網民指責現場者 沒有勸交 沒有制止 沒有報警 指責受害者不夠順從 不夠順從 是啊 為什麼不讓他拿 那樣 那樣 就說這些情況 簡直是不可理喻 當然 他不只是說成龍一個 其實他不是說成龍 他說網上的人 也說一些不可理喻 因為成龍發文說的 就是說 圍觀的男性 全部無動於衷 那也是不可理喻 他覺得 官方就說到很多網民指責在場者 沒有勸交 沒有制止 沒有報警 其中一員都有份 就是聖龍 是啊 不是說只是說一個 總有份說這些 那樣是不可理喻嗎 都不是那麼好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說 不可理喻是說之前 那些人說不夠順從 被人回答那個不夠順從 那就是不可理喻 整件事就是這樣 我聽過一個最不可理喻 我昨天跟飛龍說一次 你沒有聽過我 我告訴你 有個網友說 我們看到一個女生 想拿著瓶子 想爆人先 難道女生動手打人先 又對嗎 然後我問 那人無端端的女生 為什麼要打她 不是說那些人走來撩她 怎麼會這樣 那如果你說那女生 拿著瓶子 打到她快要躺在地上 你覺得那女生是錯誤的 這些真的不可理喻 就像官媒說 很多的 其實世界上很多這些人 很多的 邏輯有問題 我講四個字 即是講四個字就可以了 先撩者賤 是這樣的 你那個男人走過去撩別人 別人說不受理 你還要開別人拖 對嗎 如果調到別人的女生 哇 打了MMA 摔她落地 我覺得這件事 講道理 在這個位置上 對嗎 你說現在 不是 他自己打算開別人拖 所以被人打你都愚蠢 你說這些 你先分次序 當然我明白的 這件事上面 現在炒到熱烘烘的 說到四川經見唐山事件2.0 四川又有 四川呀 嘩 真是壞話 熙哥昨天跟我說 通街也是一樣的 是啊 一單爆開又爆你聽 其實呢 好像槍擊案一樣 要不就沒有人報 一報就很多人說 在四川這個蛇雄市 又發生一個類似唐山打人2.0的事件 很多人認為 就是唐山打人的事件的翻版 我們看看這件事是怎樣 這個宵夜 食夜的檔灘打人的閉路電視畫面 跟唐山那件事 真的差無幾 是啊 一個新村綠色衣服的人 又是騷擾旁邊的黑衣服的女子的頭部 又是在弄人家 接著這個男士 嘩 又作勢想打人來打球 結果突然之間 跟唐山有一點點不同 突然之間有另一個黑衣人 出現一個戰步飆上來 一腳就打開了這個綠衣人 不厲害 接著再用一個side kick 嘩 鍵低了這個騷擾者 嘩 功夫fighting 是啊 有片看的 不是開玩笑 一會我播給你看 非常精彩 大家就拍了手掌 更加說到有用過肩書 說得很厲害 懂功夫 那些網民就大讚 結果呢 厲害就厲害了 好看就好看了 你知道唐山事件這麼熱 這條片 四川警方當然馬上查 做事 現在上官場這麼嚴重 怎麽不知一查又自可 嘩 發現原來 原來 有一個跆拳道的股東 和董事長 為了吃美流 假裝 就想著 黑色的跆拳道 他們的 嘩 嘩 嘩 假的 所以就找了七個人出來 就擺拍這個唐山2.0 翻版 哦 想著大家 嘩 學功夫厲害 功夫好 就做一個 叫做 有人建議勇雲搞這些 九折邊 嘩 原來 胡連邊 嘩 撐這個廢 這件事 警方 指出 涉事的人 已經造成了不良行為 嚴重 擾亂公眾秩序 被人緝拿歸案 為什麽其中被人知道呢 因為餐廳的閉路電視 後來 被他拍到這些傢伙在做什麽 鎖位 哦 鎖位 撐這個廢 成龍 你說要幫忙的就是這些 肯定是這些 哎 真是搞笑 所以說 現在很多事情都會有人照做 所以 沒辦法 希望大家 小心 突然有很多新聞出 說回上海 上海早前封城 現在又半封又解封 又說有些後遺症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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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出來 根據信報這樣說 他說 在華東地區著名服裝批發圈商戶 上海七蒲路的商戶出來 集體遊行請願 要求政府協助退回租金 根據網上的片段流出 大家都看得到 過百人高舉寫著 不退租不開門的標語 更加高叫 這個退租 退租的口號 他們沿七蒲路向西東行 由西東行 他們穿過大馬路山西北路 再遊行到主要幹道河 現場 過百名警員手持盾牌 警棍防暴裝備 周邊部署 特種部隊都出現 最後 警員一字排開 將遊行人士逼到商場場邊 有很多人試圖衝出馬路 被警員制服 更加有人在現場 應該是示威者 就高叫警察打人 其實大家都明白 因為疫情底下 受到風控影響 導致他們生意收回是零 現在出來他們叫人退租 可以嗎 政府不是搞了很多這些措施嗎 不知道 就要看他們自己上海那邊 另外 說說 這位國防部長 魏鳳和說什麼 為什麼無端端說核彈 發展核彈也是用來打核彈的呢 嘩 這麼厲害 說些什麼 因為原來 魏鳳和和記者在互動的時候 有人問他 中國核武的問題 他自己回答 他說 記者你剛才問過 中國發展核力量是用來做什麼 發展了什麼裝備 魏鳳和就說 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 然後他繼續說 中國的核政策是一貫的 就是自防衛防禦核政策 不首先使用核武 發展核武的根本就是為了消滅核武 嘩 真是有趣 志哥為武 是啊 他同時間說 中國發展核武的根本的目的就是 保衛國家和平 人民的和平勞動 令到我們的國家避免戰爭的劫爛 但特別是避免核戰爭的感覺 是不是真的呢 當然有人問 你現在中國核武發展到什麼程度 我們的國防部長又繼續說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中國七十周年國慶大閱兵 他說七十周年閱兵展示的新型武器 中國軍隊有以裝備的全部都裝上身了 說到中國不搞軍備競賽 他說核武發展 中國是適度適當 走中國特色的核力量發展道路 其實在一九零七十周年的閱兵上面 說到這個是東風四十一營洲際彈道導彈 也有人說到東風四十一營是洲際戰略核導彈來的 這件事有人覺得 說到這個東風四十一營是可以射殺全球任何部位的 是嗎 很厲害的 可以打擊地球任何一個地方 那麼厲害 那就可以攜帶十個分道式的核彈頭 厲害的 所以有人擔心 你的核武現在是不是很厲害呢 我們國家就說 全部都說了 全部都說了 中國強大了 強大了 強大的東西很多的 看你怎樣用 強大不一定是壞處 我明白的 但是說到在河南這個村窒銀行 這一下就有點了道 四百億被人騙了 騙了人了 不是被人騙了 騙了人四百億了 是不是就是騙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之前河南省這幾間村窒銀行 因為是爆雷事件 導致全國幾十萬個存款戶 近四百億人民幣的存款 被人非法騙了 沒辦法拿出來 這件事引起廣泛的關注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 有人為了阻止去當地信訪 河南當局竟然利用防疫手段 限制銀行存戶自由出入 有辦法 無論河南當地或外地的存戶 健康碼都全部紅色 無端竟然會紅色 這麼巧就確診 他說這件事並非個案 無毒有偶 全部 全部都有 這麼厲害嗎 有病而已 看醫生就可以了 這樣嗎 但是你看完醫生又紅 夾當 根據一篇名為 名為《犯我者雖遠必誅》的文章 在內地封傳 文章提及到 住在湖南 在河川銀行鎮有三十多萬存款的艾女士 在12號做完一系列出行前的核酸檢測 暴避等等的程序之後 想著乘坐高鐵前往河南鄭州 誰不知去到鄭州酒店 他向當地防疫人員和警方表明 想著拿回一些錢之後 厲害了 他的健康碼紅了 有人說 你留意一下 他本身艾女士的居住地 不是一個中高風險的地區 也說48小時核酸證明也有效 就是這樣說 就說 這位錢還沒拿到手的艾女士 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時候 就被人拿到山莊酒店旁邊 這樣嗎? 這樣也可以 也說 住在深圳的人士 沒有離開過 突然變成紅馬 也說他是河南鄭州銀行存戶之一 這件事非常誇張 會不會又炒得熱烘烘烘呢? 就不得而知了 當然 現在有很多人說 會不會唐山打人都會用紅馬呢? 大家就覺得 這個紅馬 健康碼 環球時報 前總編 胡錫進都說 各地的健康碼 應該是用來順防疫的 不要 其他地區的政府 應該不應該 用在一些不關防疫的事務 因為說到有些事情 大家都是需要遵守的 他現在都發聲了 看看會不會 這件事有些更新 一會兒被人說 你一個一個拿來用的 原來真的不好聽 有些事情 說一下斬人案 我想補充一點 在你講斬人案之前 我看了成龍的新聞 他原來的點是 他不是說 至少在場沒有男人幫忙嗎 整個發起不是很多人罵嗎 這些人全部不幫忙嗎 他官媒的意思是 你們現在在網報一些無辜者 即是打人那班 還被人打那班 但現在的焦點是說 身邊有多少男人坐著 又不幫忙 這些是垃圾 廢人 他官媒的意思是說 那些人網報了一些 其實在旁那些都是無辜的 其實官媒說的一件事很重要 因為他們說 根本你們都不知道現場的環境是怎樣 是呀 說的天下無敵 對呀 就像我們講的那些 你試一下出聲 人家大了 那時候 你現在還沒發酵到這樣 還沒發酵之前 哇 他是誰來的 你只是成龍 大哥 人家那些不是每個人都叫成龍 是吧 成龍 沒有名字的 那些全部都在那裡 都是小孩子來的 那種 那種啦 那種啦 所以官方都說 你們不要胡亂在那裡抽青人家 成龍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跟他有關 抽水抽 抽出界 有些 說就英雄了 當然啦 誰用什麼意思 誰不知媽媽的女人 誰用什麼意思 只要 有些網友都跟我說 你不出手 不代表沒有人出手 只要你說而已 你搏搏車 我出歸波 是呀 出手 我元氣大家一起打過來 大家一起獲熟 大家都是吹水 但你在這裏批評別人的時候 你就是網報無辜者 是啊 他的項目在這裏 是啊 所以官方都要議政時停 先繼續說 這個斬人案件在哪裏呢 就說到在這個池溪 有個男子當街斬人 嘩 非常之恐怖 浙江省寧波市 這個叫做池溪市 就發生了一宗斬人案 嘩 非常之噁 我看到那些照片 打了格子都看到紅色的 有一名年輕人 拿著刀 追斬另一個年輕人 這個持刀者 斬了對方十幾刀 嘩 而被斬的人士 頸部 胸部 嘩 全身血了 送了院後 已經身亡了 又斬死一個嗎 斬死一件 這麼多的 有這些片是看得到的 當然我沒有看到 實在是太血腥了 沒錯 一位穿白色衣服 被斬的人 最初是極度反抗的 最後可能不夠人家厲害 被行空者壓在地上 後來不斷斬 不斷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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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恐怖 當時警方已經 已經 拘捕了行空者 但是被斬的人 就已經 雙充死亡了 除了這宗之外 就講講另一宗 人間悲劇案 在哪裏 在江蘇省 就發生了一宗 嚴重的工業意外 就說 有一間 一棟爛尾樓 天花板突然之間 是不是天花板 是樓板 就突然之間 掉下來 剛剛好 就扎正了 在一個十歲的小孩上面 就扎死了他 就說 媽媽聞風而刺 抱著這個十歲的小孩 就哭 說到現場的情境 令人心酸 唉 真是 這位男童的母親 和內地媒體 就講回事發的經過 就說 兒子和朋友出去玩 十歲大的 兒子 他在家裡包餃子 突然之間 有社區的小孩 就指 跑去 就說 喂 工地那邊 好像地盤出現了一些事 這樣 他就 過去看看 他發現 兒子 就被 樓板壓住了 就壓住在下面 就說 非常大塊 九十個人 大人 都搬不起那塊板 而那個小孩 送到醫院的時候 已經斷了氣 因為 有現場消息說 這個地盤是爛尾樓來的 還沒蓋好東西 但是 完全沒有遺風 也沒有說危險 但是 就是這樣 這件事 鎮政府和公安部門都加入調查 他媽媽就批評 死職的媽媽 就說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沒有遺風 如果危險的時候 這些年輕人到處跑 又多過這些意外 就不行了 我告訴你 我幾年前 在大陸過夜 我記得 在骨牆 看電視 嘩 接著有什麼 他們經常有這些新聞 他說 走過一幅牆 被風吹斷下來 整幅反下來 剛好拍著有一個人 在那裏 他們內地經常有這些新聞 你都不要說 你都不要經常說 他按住不報 不是 他有報的 你看不到你不知道 這樣倒下來 在研究那幅牆有多少力 有多少噸 最後一個人 看到那個人 紮住了 自己在洞裡捐出來 這麼厲害 對 紮住那些人 走路 然後走路 然後那個人 一扮下來 就在尾部 然後那個人在尾部 捐出來 這麼厲害 好像漫畫 剛好 他扮下來 他如果在高的位置 紮住下來 就死了 是 他就在底部 他在最貼的地方 剛剛那個牆壁 的頂部 可能叫一叫起了 那個紮住他不認 在尖部 不在尾部 如果不然 他扁了 他真的很幸運 所以說 有時候有些東西 吃多少穿多少整頂 是整頂 結果天還未收得你皮 你還未收得皮 這樣也紮不死 所以說 這些事故實在太多了 今天都跟大家說了幾多這些事情 大家不要學了 也不要學一些 好像官媒那樣說 不要再在那裡紮紮碰碰 唐官姐不得咬牙鬆 你說 我說 我那時候變超西 說這些 變超西打九十幾個 成龍 下次談 拜拜